接下來的堂課 就有請到與素免講師 為我們講解的重新踏出第一步 我們現在就恭喜請素免講師 大家也要謝謝小掌聲鼓勵 讓我們請起立 求獎師慈悲 前道一宗 君道一宗 請坐下 謝謝小掌聲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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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掌聲鼓勵 首先感謝上級的教導師 感謝補師的紅子 感謝師哥之募也會好好的 你為他為他的 好甜人的舞大牌聲 謝謝小掌聲鼓勵 謝謝小掌聲鼓勵 以及各位領導師的用心 讓莫學今天有一次機會 在此表演與各位前前大 共參同的聖旅 其實你們會發現 莫學真的很緊張 不過有感於天然日師者 有感於身為懷養的地址神聖時 莫學今天就站在這兒 跟大家說 再來講到 吳您說是我們共同來分享 我們的幸福候選人 連在修道語言中的心得 首先 首先 鳳學今天的獎題是 重新踏出第一步 重新踏出第一步 剛看到這個獎題的時候 其實會覺得說 跟早上的習慣說 是有一貫嗎 跟我們第二堂課的舉頭三 這詞有神秘 是不是有連帶相關呢 有 鳳學也曾經這樣的字詞 問過自己 在剛做尋找這個獎題的時候 或許甚至 這個題目是 因為我們談到的要 聖時到聖無 聖行聖失 或許甚至提的旗剛是 恪守三聖 後來發現 嗯 這樣的獎題 會不會太生命了 而且鳳學真的偶然 能夠有一樣的能力 把這個道理淺出好嗎 於是讓鳳學呢 先收回來 我們用比較感性的 這個角度來切入 所以鳳學就調整了我們題目 也許你會認為說 重新是這兩個字嗎 不是說重新再來的那個重新 待會兒鳳學會來跟大夫來探討 我們怎麼重新 重新裡面出發 曼出品大夫 好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開場版 提到這個題目 我們覺得說 目前啊 社會上 不是只有我們在本堂裡面 我們收割人以外 在社會上非常多 包括教練單位 社會學家 教育結合都非常地倡導 現在來講的品德教育 那麼後來呢 這裡跟大家分享一個 簡報 就是取自於天下雜誌 的一個簡報 他說呢 美國十六歲少年校園 瘋狂掃塞 兩死八傷 為什麼 只因為 星期一讓他無法忍受 因為放假過後 加熱的症候群 剛剛到禮拜一 他受不了了心理傷 受不了那種壓力 他就瘋狂掃塞 然後呢 國內有沒有 國內有 犯罪年齡 降低了 那麼 什麼樣的犯罪年齡 他就看到 台灣 有四名 國小六年級的男童 歐打 而且尾七名 五年級的女生 為什麼 一言一合 再看看 精英分子 我們看到了 外國的小學生 看到了精英分子 他的內心空虛 我們知道 前不久也很多 因為得到憂鬱症的精英分子 上次台大 有一個大學生 才十九歲 就跳樓身亡 那麼 在他臨走的遺書裡面 屈居然然 留下了什麼話語 你知道嗎 他說 第一名同學好友們 一定要幸福 那麼 在西方國家 加拿大呢 他們認為 世界這麼的混亂 價值呢 更可貴 所以呢 他認為品德 品德這個教育 這是非常 很重的 很酷的學生 那我們國內呢 國內現在非常重視 那這幾個名人呢 名人的子女呢 我們來看一下 他說像 東武的鋼鐵的 王鼠章 他說認為 讓孩子走路上下跌 學習獨立 那麼 後學這裡挑兩人講過 像這裡有一個 靈異雄 大家知道嗎 他的長女 一塊天從小 到國外去受教育了嗎 所以他認為 要讓孩子 辨諜真理 知道自己活的意義 你看 跟我們到底不猛而合 孩子固定事宜 那麼這裏從哪裡來 如果我們常常來清清火湯 像我們現在 能夠坐在這裡 如果是一個收藏家庭 把我們的子女也帶過來 把我們的七少年朋友也帶過來 把我們的七少年朋友也帶過來 從日 學校所沒有學到的 我們的火湯可以給他 那這裡 後學這裡都帶過去 那麼 後學這裡強調的 這裡為了這個五年是 什麼意思呢 他希望 我們來看一下 心靈改革 總歸一個結論 就是從家庭做起 我們唯有進化自己的心 所謂心靈改革 那就是能夠進化自己的心 才是送給孩子最美好的生命禮物 那麼我們呢 心靈改革 從家庭做起 也要從道場做起 從我們修道做起 加強的三個環節 第一個是品德的教育 第二個是生活的教育 以及學任的教育 那麼看起來好像非常的大標題 但是我們一步一腳步 從生活中去落實它 從道場上去做 好 那進到我的主題 今天的主題還記得嗎 重新踏出第一步 重新踏出第一步 那麼這裡後學講到前面那個教育觀 那麼為什麼會這樣子提到 因為後學覺得 現在社會環境的段壞 主委前見你們知道嗎 我們現在看到氣候變化非常的詭異 那麼大自然的身材也被破壞 氣象學家本來講 自從工業革命以來 直到現在造成了多少空氣污染 溫度呢 越來越上升 前寫道的門 知道什麼是溫室效應嗎 溫室效應 簡單的來說 有兩個主張的因素 第一個 二氧化碳的濃度增加 那增加呢 那當然是從通常的廢氣排出來 跟我們科技生活帶來的一個因子 第二個 就是因為人們都大漾的海方任耐於 造成生態不平衡 那麼我聽到這裡想到為什麼 因為有一個調查數據告訴我們 從2004年7月以來 大西亞跟太平洋兩洋的赤鬧海溫 已經上升了年度 那麼今年的調查數據來了 它說的赤鬧海溫又上升了 甚至低到兩度 那麼大氣溫度越來越高 浴山是跟著去融化了 融化之後呢 海平面當然就會急遽的升高 我們當天到這裡 你覺得對我們有影響嗎 影響是很巨大 因為我們只有一個地球 那麼土地下沉 土質水冷 連空氣都汙染了 凹熱的這樣的氣體液的來 溫足的空氣跟著交流 影響整個大自然 整個環境都改變了 所以呢 為什麼我們有後發現 台灣這一陣的原來 風大雲大 很多台風原來呢 沒有像小巷這樣的 造成很多的一個災害 遠的不近的不久 看到不看 世界來成年來看 地震 火災風災水災 等天災災的相逼 而且呢 飢餓 包括了疫病 從之前的上死到今年的奇蹟有感 那我們知道 還有一些戰身 這些呢 人物的驅殘 人性 會感到非常惶恐與無奈 2004年的統計 我們在我們大太平洋的台湾 多達了24個 那麼美大西洋的巨風 也明顯地增加 為什麼或許會提到這樣呢 我們再看看 前不久的 美國卡士納的巨風 有沒有 他們帶來的風災 造成了 女王老爺的 所有的逃難人潮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 從媒體報章上 看到這樣的一個畫面 那不是很那樣的人 那樣的逃難潮 恍如人間盡力量 那你想要看 因為美國地盪 他們還有地方逃難 身為台灣人 我們台灣所謂的火魔桑 四周都是海洋 一旦有拒絕 我們要逃到哪裡去 好 那國典裡面提到 快捷之時有猛的武器 對當地萬物 西街飄起 蕩境不遇 而且見將大雨 使大地水街滅漫 一切懷命 佛經上手的情侶 今天 冬冬的事故 依一再的嚴正 那候選曾經看到一篇報道 候選曾經看到一篇報道 他從宗教家的觀點來看 他說 他說 這個 就是 惡功 惡功 心靈之功 三者互相牽引而來 前面的 我們講到心靈的空虛 講到道德的輪上 那麼會帶來的什麼 帶來的惡功 惡功從何而來 惡功又從何而來 也許講這個 大家會覺得說 真的嗎 可是呢 根據宗教在他的推 他的推論是這樣子 他說 惡功呢 就是強力的功 大自然的威力非常強大 惡功一來 萬物全部遭災殃 那麼這樣的功災 價值呢 就是夜功 夜功來自於哪裡 來自我們的心靈之中 所以說 常聽到所謂的 世風日向 人心不古 現在呢 道德勢威 那麼 離憶死的觀念 非常的薄弱 以至於每一個人呢 行為放縱 也不知不覺中 就佔了很多的惡業 個人 從家庭 連帶的社會 也整理了 已經非常多的惡業 這就是一個 人心生惡 擾亂了自己 擾亂了家庭 那麼 人人 人人心生惡念 整個社會 自然而然不得安逸 那麼 心靈呢 就造成了貢獻 這樣貢獻的結合 最後有兩個結果 一個是有形的 一個是無形的 無形的 有形的是什麼呢 是我們剛剛看得到的天災 看到的颶風 看到的災變地震 看到的疾病 疫病 那麼無形的 看不到的是什麼 就是人與人之間的 明爭暗鬥 勾心 鬥角 所以說 之前講到 如果人 知道 舉頭三次有神明 知道呢 我們其實呢 民意之中 有一個主宰在那裡 除了我們的本心 除了我們自己 不能 不能算性而為以外 我們還要適適的去調整我們的心 真心 所謂的善惡拔合 善念越多 惡念自然就消退 反過來 惡念越多 善念當然就會變激化 所以呢 然後呢 後學在聖霓華世有一句話 後學覺得 也來跟大家做一個參考 他說呢 只有吹起善的和風 那麼眾生才有幸福可言 那麼惡的暴風 讓天地不安 身影涂炭 所以面對這種不可知的未來 修道人這些都是所謂的白癢的例子 我們同在於稍少傳理 我們實施唯有同蹤蹦跡 調好自心 然後才能安然度過這些心超快樂 因此加強進化人心的工作 凝聚善冷 這樣的浮誇才能介紹天災地霧 天災人禍 所以如何進化人心 如何找到我們真主人 如何激起所有人的善念 就是今天後學要來跟各位共同探討的 重新插出第一步 那麼有一句話說 只要圓生不怕圓來等遲 只要找到路就不怕入遙遠 像今天 各位學學大德能夠來到如此專業的火堂 平心盡氣 來成就後學有一個了願的機會 這就是圓 那圓是可以累積的 我們提到的因緣成熟 什麼樣的因緣能成熟 當你累積了很多的圓 加入聖道圓之後 我們是不是就可以成就我們的心性 那這裡呢 也可以找到我們所謂新的初步 近視語錄裡面講到 心念偏差 偏差逃離 那就會使社會脫軌 人心狂狂不安 文憂找得出新的方向 就可以造作亮麗的人生和家庭 那後學這裡呢 跟各位探討一個 與心靈對話的山谷曲 與心靈對話來創造新的突入 有一位姐姐送給後學一本書 叫做生命的自我對話 後學裡面覺得她寫的 有一段文化 觸動後學的心思選項 她說呢 其實呢 仍然來到這一章 從你出生 光光落地 我們是哭著來還是笑著來 哭著來 所以人生是苦海 還是人生是極樂世界 苦海 那麼從我們光光落地 到我們長大成人 到我們成家業 一直以到了生老病死 這個環節 這個人生的劇本 是誰來幫我們寫 我們要自己寫 還是人家來幫我們寫 自己寫 我們必須做自己的主張 所以說生命的劇本 自己來編 那這樣的劇本 你要編一個好的劇本 還是要編不好的劇本 你要編一個上的劇本 還是二的 就端看你自己 所以 人家常常講 人生如夢 好像早上開班了 我們父親剛好提示 剛幫我們開示的一句話 人生如夢 他說沒有智慧 只有知識的話 最後所追求的到頭來 都是虛虛假假的 後學也給這樣認同 也就是說 後學只覺得 人生如夢 我們不能一直再做夢 即使是好夢 所謂的好夢由來 中虛其 後來後學覺得 人生如戲 不管你扮演什麼角色 總是要進人 在自己的本分上 坐藏自己 尊重回歸到自己 人生如過坑 漂泊不定地 如果你沒有把你的心找到 沒有安住你那顆 漂泊不定的心 沒有找到你的真主人 做自己的主人 那麼 這個人生存是白來得上 所以 這裡的第一部曲是 先贏自己的生命心 找回真我 那六祖餐廳裡面 告訴我們 國體自信本來清靜 但因為是心意指標 尚不夠 後學覺得 在沿路六祖餐廳裡面 不知道各位覺得怎麼樣 後學覺得 我們的六祖實際上 是非常地比較智慧 他可以從 聽到一句清香精的 聽到在送進來 可以親自認自己 在裡面後學覺得 最後讓後學感動的是 不知道前天到了 連結過六祖台庭的公司上 在於 五祖送他到九城口的時候 這時候呢 明明師父就要分離了 那 坐上 跟上法庭的時候 五祖呢 要幫六祖親自了講 知道六祖怎麼回應嗎 背過六祖台庭的前行 這些大哥們 迷失 他說迷失 失度 然後呢 不了 失度 有時候我們都想到 像這樣的心念 他已經能夠提升到 裡面的步道 可以 制度 而不是在瀰漫的內心 那我們想到 後學也想想 我們這樣看 像後學這樣的拍拍 老師們一直幫你 一直搖掌搖掌 到底要搖到什麼時候 我們才能做自信之度 這是後學在想念說 為什麼後學提到 第一點要想 偏偏自己的內心 找回 我們向導他的精神 那這裡後學呢 跟大家來分享一個 我們怎麼樣找回 我們的 內心 我們的內心 有一個小故事 跟大家來分享 有一個叫做 蝦咽禪師 他也可能是 白帳 白海禪師的男生 他非常的聰明 那 廣播金書 意裡也非常的通測 但是就是 土湖 沒有辦法動物 有一天 他們老師就是 白帳老師 揮空了 那麼他只好呢 搖在那個 那個大地子 也就是 偉山 用禪師人下 進而學習 那偉山就問他 你在 歇世的門下 聽說啊 問一打時 問十 是打敗 你的意義非常的通測 那麼 可不可以 請你告訴我 當我們 父母 稍微生我們的時候 我們本來的 面目是什麼 所以一問 唐朗的這個 蝦咽禪師 他找不到一句話 來回答他 後來 他回到他的 前 他的精神 三篇的時候 有的精術 就想要找一句話 來回應這個 到底我本來的 面目是什麼 掃不到 掃不到 然後呢 他就去跑去跟偉山 蝦咽禪師說 蝦師啊 老師啊 豐北請你告訴我 答案 我不知道耶 蝦咽禪師告訴他 是那個 偉山蝦咽禪師告訴他 我知道的 跟你知道的 未必是一樣 你還是自己去尋求 答案好了 然後 這時候的 蝦咽禪師 受了非常大的打擊 他認為 我廣佩 我廣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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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書 我居然沒辦法 回答一個這樣的答案 於是他所有的經典 他就馬上 一氣之下 全部燒了 然後呢 含淚歸別的 他的老師 離開了那個地方 經過了 南洋地方 他看到了 有一個 廣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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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天 他去除草的時候 忽然間 有一塊 華麗 擊中了 我們知道 他旁邊有很多 農品裡面 很多竹子 擊中了 翠竹 發生 槍 一清澈的聲音 頓時間 他墮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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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了 宇君姐 後學沒有 把它列出來 他說 一己以望所知 更不講羞恥 動容 仰谷令 不墮 巧 難機 處處無蹤機 聲色 壞 微影 竹方 打盪著 血液 善善機 我們會覺得 為什麼他 寶獨 金書的人 居然是在 這個地方 墮目了 然後 現在我再告訴你 他呢 後來 墾鄉 他回到他的 天色 沐浴 再見 然後呢 墾鄉 祈拜 搖向遠方 感謝他的老師 薇山老師 感謝你 今天我 我動物了 如果是那天 你幫我說破 幫我啟發 幫我說破 開拓的這個道理 或許呢 我今天 還是沒有辦法拍攝 非常的感謝他 那麼 其實呢 後學覺得 你後學的想法 不知道 真的潛接 後學覺得 他跟我們在六組裡面的神秀 你還記得嗎 神秀的神秀在五組呢 希望他做下這個 做下這個結證 他們有見到他的 真正的心性法門的時候 他有個需要讓他再去想 想一想再做一個追上來 神秀後來有沒有做出來 各位他有沒有做出 另外一手借來 他已經訂製了他的心性 盡住了他的心能心法 他呢也是百思 不得極點花花 就是不知道怎麼下筆 怎麼寫出 代表他心性了解多少的 一個代表桌 所以這裡 或許你覺得呢 其實呢 無違者 是由相對 經歷到絕對 有違者 永遠落在相對 所謂的相對是什麼 相對就是 有善有惡 有好有壞 有美有醜 那麼我們的 這個禪師啊 下面的禪師 在他 在修行的過程當中 他就是一直在有我的經驗 所以他處於他保住金書 他是好的 他是最優的 所以呢他沒有讓他看透了這個 又讓他去做不到 無我這一層 於是呢 他在這個 荒山片里當中呢 在這個寂靜的當下 其實呢 他的資本就被開啟了 這只是一個引發點 後來呢 以心理層面來講 他說呢 其實呢 如果當初啊 偉山禪師呢 告訴他 自信 你講的是什麼 自信這兩個字的話 我想呢 那這個禪師 他永遠也是被鎖在文字上裡面 所謂的文字般若 那麼 第二場面 我會覺得 我們 大家都一樣 所謂的 師父已進門 修行三個人 別人修 別人修 我們沒辦法的 所謂的 公修功德 婆修婆德 到最後呢 還是要靠你自己 所以呢 這個部分 是不是就是 你一定要 靜相信來 傾聽你自己 其實我們的資信 就像 有以凱琳裡面講的 不提自信 本來清靜 但用此心理直了 成果 然有短短的幾個字 成果的有多少人 眾生啊 眾生 我們都是 彌世的果 哪一用 才能夠找到 我們的佛性 開啟我們的智慧 第二步取 第二步取 人心是一名 琴波善宗子 佛總曰 一念無名 生三起 境界為原長有助 那這裡講到人 其實剛剛後節講的 你要找到 找到你的自信 找到你的真主人 你清聽了你自己的聲音 幫助你內心的呼喊 詢問你的本來 清淨無萬的自信 之後 我們呢 慢慢的還要在我們人心上 我們的心臉上 波向善的宗旨 每一個人的心中 都有一米田 這個是一母心田 那俗詞上的田 需要雪奔 需要養奔 需要耕耘 人的心田 也需要水奔 需要耕耘 我們今天來到這裡 我們就是在吸收養奔 我們是在受到 活光的膨脹 好 來這裡參演藝禮 那麼這是 來到佛堂裡面 那平時呢 我們要耕耘 如何耕耘 新田如果沒有 炸出牠 讓牠長出牠長草 那麼後來我們呢 我們慢慢的 慢慢的我們的心 就會被蒙蔽了喔 所以呢 除了給牠養奔以外 更重要的 我們要給牠一個 善的 種子 新田的種子要選擇 種子從哪裡來 日常生活中的一句語道 一言一行 都是音 都是種子 我們要去慎選 選擇好的選擇壞的 端看你存在裡面 好你的一心 那來到佛堂 我們給的應該都是 善的種子 好 那麼如果回到 各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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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到我們 畢端之後 各回到各的單位 那麼 善的種子 各的種子 就要靠你自己 去三選 佛教有一句話說 舍一得萬 家裡的種子 撥到孩子們 撥到眾生的心點當中 只要有去好好的耕耘 成果就會累累 人生呢 又有一句話 人生沒有所有權 只有使用權 我們來自人生這一章 我們是要好好的來 修好好的來 度化修身 好好的來 頑強我們的使命 希望呢 我們能夠超過 能夠呢 超身養子 能夠不要再來度到 我們的四生六道的種子輪迴 這是我們的擺養的弟子的使命啊 除此 除了修身 如果我們自己都沒有辦法 把自己修好 心都沒有辦法照顧好 我們如何去度化人家 度化其他的 我們如何能夠來幫我們的老師 達到任何老師給我們的使命 這裡呢 有一個小故事跟大家來分享 人的一生到底追求的是什麼 有一個美國商人呢 他坐在墨西哥的台灣度假 那麼有一個墨西哥的漁夫啊 他呢 滑著一艘小船就進來了 靠外了 小船裡面有好多很大的魚 他是一個 他的捕魚為先 那這個美國商人呢 看到墨西哥的漁夫抓了這麼高檔的魚喔 是無為了魚吧 還是什麼呢 然後呢 他就跟他說 咦 你還要有多少時間 你用了多少時間 才抓了這麼多 那墨西哥的那個漁夫就說 那一火工夫就到了 美國人又問他 那你為什麼不抓久一點 再裝多一點 那墨西哥漁夫呢 覺得不以為然 他說 嗯 這就做了 過我一家子的生活啦 那美國人又問 可是你一天喝 剩下這麼多時間 你在做什麼 墨西哥的漁夫就解釋 我啊 我就每天呢 睡到自然醒 出海撞撞魚 回來跟小孩子玩一玩 然後呢 睡個午覺 黃昏的時候呢 就到春天裡面喝喝酒 然後呢 跟各兒玩滿幾湯 然後這隻非常的切勵 以他們來講說 在數字眼光他這麼偉大 那美國人非常非常的不以為人 他說啦 他幫他出主意 他說呢 我是美國哈佛大學的氣管措施 那我可以幫你的忙喔 你應該每天啊 花多一點時間 去抓魚 到時候你可以抓很多很多的魚 抓不到魚做什麼 他說呢 你可以買一艘大的船 買大的船做什麼 他說呢 這樣你就不用把魚賣給魚販子啦 那你自己呢 就可以直接賣給加工廠 賣給工廠 那後來呢 你自己說不定 還可以開一家 罐頭工廠 到時候你就可以控制整個生產 加工 和行銷 喔說來頭頭是道 然後呢 那個墨西哥冷酷 再來呢 他說 然後你就可以離開這個魚村 他說呢 不要住在這裡 你可以搬出 墨西哥 跑到洛杉磯 或是跑到紐約 有任何的都市區啊 那在這裡 你可以不動透震你的氣 墨西哥有朋友問他 這樣要花多久的時間 才做到啊 他說 嗯 保守的估計大概15年到20年吧 你可以做到 這個 美國就哈哈哈哈 如果你做到 到時候你就可以當皇帝啊 好 實際一到甚至你可以宣布你公司的股票要消失 然後你可以把股東 股份 賣給大眾 這時候你就花了啊 你可以 有好幾億好幾億的財產 墨西哥會幫你 然後呢 這個美國說 到時候你就可以退休了啊 你可以呢 搬到海邊的小園村去住啊 每天啊 睡到自然醒 出海水水就變抓緊夾魚 跟孩子們玩一碗 吃那個禮醬狂溫的時候呢 但到村裡喝了點小酒 跟哥兒們玩玩幾趟 墨西哥怎麼回來啊 非常地疑惑 我現在不是就在過這樣的生活嗎 我現在不是就在過這樣的生活嗎 人而一生 我們到底在追求神嗎 各位想想這個問題 我們現在 如果積極於民地 花了十年二十年之後 再回來道場 我才要來修道 我把俗事都安頓好了 再來修道 其實 史極當然不能說唯有一碗 你可以還可以更好 所以呢 這個故事是不是告訴我們 我們的人心呢 如果沒有辦法去除貪稱吃 這三度 即便是 多少的名利 你還是會選擇不夠 我們知道金錢也是一個數字的遊戲 零後面佔幾個零 有什麼意義 我們看看 我們台灣有幾個財主啊 像上次那個蔡萬寧先生 他留下身後那麼多財產 他帶得走嗎 有時候人家說 像現在的王永慶先生 你看他昨十歲了 還在積極分剝離他的事件 值得嗎 我都覺得 你不夠我們這些 諸位倩卿大人坐在這裡 接受國方的冷藏 然後來共產國磷 來的傷勢 來的心理大 更有意義 這是第二部群 再來看 跟我所謂的 打開心理的三部群 走過生日的早晚處 做個成功的心理好手 最近後續跟大家看錯了 他說 人生如水 必須水域絕會 隨雲就方 該轉就轉 該彎就彎 有句話說 山不轉 路轉 路不轉 人轉 那這裡後續跟大家分享一個故事 後續覺得應該大家都有的時候能想到嗎 後續看到這個心理好手 其實很感動 這四個字 我們呢 我們都是好爽好腳的人 可是在心底下 我們好爽好腳的嗎 這裡分享的應該是他剛剛聽到的 一個叫謝昆山的先生 在大賴電台 去年播放的時候 其實引起很大的迴響 包括後續學校 也聘請了這個 謝昆山先生來學校 獻身說法 我覺得那一刻其實是很感動的 謝昆山到16歲的時候 因為他要練 初戀了 所以失去了雙手 一腳 還有一個眼睛 不過呢 這一路走來 我覺得他比別人活的 一般宿舍活的都有 自己的感覺 沒有讓他成為一個 身心都不自在的人 他說他相信 命沒有好來支撐 因為一切都是體驗 這樣的體驗 也讓他的 身心靈 成長 那他曾經告訴 學校的學生 他就說 當他去當公車的時候 那個他一上車 因為他很不方便 公車司機呢 看著他 就駐保護眼看著他 他就跟他包包拿去 車票在裡面 他要告訴他 我不是要搭霸王的車嗎 車票在裡面 那司機不知道是基於同情 還是會是發病 他說 變了變了 去後面吹這尾 這個 這下子呢 如果我們一般人 聽到的這句話 是不是 如果自己起了自非心 起了無名 我們就會越來越有人 謝昆山他不這麼想 他說 撞到了撞到了 說一句台語都抱歉 但是他說 撞到什麼 他撞到公車票免費嗎 不是 他撞到的是 人與人之間 彼此關門的那顆心 上了 他後來去上夜校 有很多時間要打車 這段同學 這段同學 一定要跟你們分享 他去搭車的過程當中 他因為沒有手 只有一隻腳 他如何 去坐公車的位置 他說 要向別人借位置 很難 所以他自己呢 就去借一個欄杆 他怎麼借欄杆呢 他就用他很短的右手背 去公車的那個欄杆 然後呢接下來 是把他臉貼到窗戶 這樣他就固定住他自己的 固定在車上 不管公車爪得多快 他也不怕 因為他說他已經把身體平衡在公車上 他說了這幾句話 他說 那一刻 他知道他的手 從他的心理念長得出來 後來覺得說 我們人 其實世事健全 那麼我們有 有這樣的機會 有這樣的機緣 看到人家的 不圓脈 看到人家的不順利 其實我們真的要好好的感觸自己 把握當下 好好的修半道 所以呢 他又說了 當他建立信心的 真正的原動力是他的心 就像一個信心 他從來沒有覺得他比別人差 也沒有比別人不好 所以 所以 這裡有一個 有一段 哲 有一段那個 哲學家的開始 他說呢 你是要當一個聰明的人 還是要當一個有智慧的人 好像目前早上講的 知識跟智慧 你要哪一個 我們每個都要智慧 對不對 這句話 這句話 後選字面給人 你想給大家聽 他說 聰明是智商 那麼高理才是智慧 聰明呢 是向外破綻 那麼智慧是向內求 聰明的人是用頭腦思考 智慧是用心去想 聰明的人是難以例子 花出很精密的設計圖 那麼 智慧呢 是無為何為的 水手在投壓 聰明是乾乾的造雨肌 是淹水後的抽水肌 可是 智慧呢 是隨時隨地的 保隙和攻擊 聰明是天生的優勢 那麼 智慧要到後天的養成 如果不夠聰明 其實沒關係 我們呢 只要把我們的 內心深處 和內善的打開 就可以把自己的靈魂鍛鍊的更有智慧 那這個啟詩是什麼 小啟詩告訴我們 重點來了 聰明的人 是折服別人 那麼 我智慧的人 是擺平自己 我們自己 我們把自己擺平了嗎 我們享受自己 的心了嗎 這是三部曲 再來我們看第3算是 重新再出發 重新再出發 六個檯定里面講到 菩提板的處 明鏡亦飛台 本來無一物 何處的塵埃 那後學這裡 為什麼要提到這裡 因為呢 剛剛提完的 《西進對話的三部曲》 也就是從我們找到內心的 神內心的自我 直到呢 撥下心臉裡面的善從事 然後我們一路走來 如果在人生的挫折當中 我們學會轉彎 學會調整的心態 那麼我們的自信 至少呢 我們已經可以安頓好 辦了 再來呢 我們安頓好之後 不是呢 就 停滯不前 我們要再出發 所以呢 這裡 有三個 我們講到重新 我們這裡 再分享一個 三個小唱曲 有一個小商民他跑進來的師傅說 師傅啊師傅啊 我告訴你一件事喔 師傅說 等一下 你要告訴我的這件事 你用三個塞子塞過了嗎 小商民說 喔喔 還沒 師傅就說 你先用第一個塞子塞塞看 這個是 你告訴我要 你要告訴我的這個是真實嗎 小商民說 我也不確定 我是在街上聽到的 師傅說 好啦 你第一個塞子沒塞過 再用第二個塞子塞塞看 這件事情是善意的嗎 小商民說 好像是八卦 沒什麼塞 第三個 師傅又告訴他 那再來 你用第三個塞子來塞塞看 它重要嗎 小商民說 好像也不太重要 於是 十足就開始了 如果不是真實的 如果不是善意的 如果不是重要的 通通不要拿出來污染我們的身心 所以呢 其實呢 做人主事也是這個樣子 因為我們經常利用我們的 言耳的聲音 可以接受到一些 不是不當的 一些資訊 來污染我們 所以呢 我們的人性才會受到紛弊 我們的自信才會平安 我們才 才一直在這裡 在這個 這個 俗世當中 悠悠蕩蕩 不知道我們的家在哪裡 所以 後學這裡講的 歷史 重新再出發有幾個要項 第一個 很好刺心守三聖 我把早上的主題做一個小小的歸納 不過後學才書缺錢 恐怕沒有那樣的智慧 來做一個 做一個這樣的統整 那是積極而為 希望有不足的地方 各位錢錢大德的排行 那麼這裡的聖主首選 大學裡面有講到 所謂的誠奇異者 如自欺也 如物惡秀 如浩寶舍 此自為自欠 這是錯了 對不起 顧俊子 盛其獨也 這裡就講到我們 自信修持功夫了 所謂誠奇異無自欺 我們再講 聖主 聖主早上講的 舉次有 而舉頭三次有神聖 我們是不是在講到 聖主的功夫 我們講到暗示不期 我們的日自信 是不是可以做到所謂的暗示不期 什麼叫暗示不期 就是在即便是世上無人的時候 我也不會做出混淡的事情 這是暗示不期 也可以說我們做人 要表裡留意 不能口是心悲 其實呢 很多時候 我們會往往會忘記 忘記我們的任跡在哪裡 雖然有時是出自無心的 但是呢 聖人君子們 他們呢 勃取販重恐新的錯誤 在遺跡中 也說過 事故君子 聖乎其手 孔虛乎其手 不為 莫獻不隱 莫獻不為 負君子 聖其獨也 這也是講到聖人 聖人君子 我們就知道 眾生呢 是迷失的活 那麼我們如果呢 四下無人的時候 就忘記 如命之心 徒生百亡 那麼事情呢 妄為 煩惱執著 執著於心性 沒有辦法跳出 迷失的自我 那麼這樣呢 蒙蔽了真心的光明 就枉費我們來到道場 來到這世界嗎 那這裡呢 到底 現在來談是 靜難靈心 還是 心靈靈 還是呢 我們心靜聰明了 我們看到人家 住了高樓大廈 住了非常的好好的房子 我們心裡是不是就為了起了一個基督心 會不會是想要丟掉 丟一丟這樣的聖人 然後去救贖人 是不是 就是 這樣的攀生思三五十六就跑上來了 那麼如何讓人肯定 其實呢 如何讓人肯定 致盡其事逢 參谷其才能成 如何重新介紹一下功夫 就是這個聖徒 那麼聖徒呢 在 聖節上告訴我們 聖節上告訴我們 他其實也是叫做一個 首旋的功夫 怎麼樣首旋 修道人 要在人人家看不到的地方下功夫 這樣才能成就道業 人在獨處的時候 正是善惡分明的關頭 君子之所以為君子 乃在聖徒這兩個字 做的確不確實 這便是呢 可以 聖人欲 存天靈 到達這樣的一個境界 那麼用真心 來看待 世界眾生 那麼五一 不是佛 讓我們自信大家 自然呢 就不會讓俗世 聖聖民地所引用 這裡有四部功夫來跟大家分享 第一個 獨居不妄想 這是一個養氣的功夫 我們知道我們呢 是要去除 在我們要去除我們的心物 去除貪生痴癌 那麼獨居的時候 不去妄想 佛陀道誡弟子說 極盡不作惡 善說不施 不亂施 責任能源惡業 如風賞圖業 這個功夫 就是叫我們清靜 極盡的時候 不妄為 不妄思 第二個 獨行不自愛 是養神的功夫 所謂高高升頂立海海 深深海底行 養成一個獨立的人兒 不畏困難和怕挫折 在修好的旅途當中 旅錯 旅敗 旅戰 旅勇 都能夠從別島處爬起來 這樣的人 他才能夠任意自主 不停滯 不執著 那是養神的功夫 第三個 讀事 不邪思 這是養得的功夫 君子修的所謂的 優異以細為 畢勝其機 優異以細為 畢勝其機 古人入處的時候 也有所謂的 暗示污漏 一如大瓶廣照之中 表裡清晰 不依或狗 一次都要告訴我們 不諧詩 不諧想 不意念人事非 不把在外 在工作場合 在你的 代人就求是讓不把一些壞人一直帶回來 起心動念當中 都是能夠如法清淨 幽暗行為當中 也是可以嚴格要求自我 慢慢內化成自己的心性 所以呢 可以養得 第四個 獨自不愧心 是養亮的工作 有一個小大床 有一個東漢的 謝命王毅 他暗夜裡面送了十兩黃金 要去澳大那個 他的太神 再給資恩 他去到那間 楊太守說 不行不行 我不拿 王毅說 現在是 三天半夜嗎 又沒有人知道 楊太守說了一句話 天之地之 明之 我之 我們的 一切作為 不愧於天地良心 自景自見 才能償養自己的心性 才能夠豐富自心的內涵 所以說 真子說 拾目所示 拾手求子 其也呼 我們如果能夠做到 不會 不愧 在 在起心中面之間 不會逆越我們的奔氣 哪裏分寸 心中有天地 有規範 那麼 我們的 心性自然就 原民 不愧不愧 第二個是 聖手 聖史守決 所謂的聖史 就是正面對待 第一次 嚴格 把守第一關 謹慎派說第一步 早上大家聽過了習慣說 知道了習慣 非常重要 好的習慣 但它影響的人 一生 也是其實非常巨大 如何省慎 省慎 正在省慎的 去嚴格把守 我們人 好 可以改善 有句話說 不勝而始 其 惡惡其中 所謂不勝而始 惡惡其中 這個道理告訴我們 就是這樣找 就像一個壞習慣的產生 如果在一開始 沒有去把它遵守住 那麼之後呢 我們要來剪除它 就會非常麻煩 所以呢 有句話說 2120 聖記錄 因為212020 就是這個 原因 其實這裡有一個 講到聖史 後學跳得太慣了 講到聖史 還有一個小唱曲 其實呢 大家都聽過梁汝蒂 他問我們的 達摩祖師 他呢 一生當中 藉其建造無數啊 是不是有功的 這個公案 那麼 達摩祖師 他的回答是 全無功的 其實我們來給他探究這個原因 為什麼 梁汝蒂 他呢 一心像我然後做了這樣 好 所謂的無力必安 自己以示 三思並行 那麼功德居然是沒有 其實呢 在六祖的 解釋當中呢 他認為啊 其實就是在梁汝蒂的心裡面 你的起經起你的忘心 他的出發性就是你覺得 可能要起經的道理 就是說 啊你功德無量 其實呢 當我祖師如果問了他 你有多少福德啊 可能呢他就說 哦 福德無量 所以功德跟福德是不一樣的啊 好 這裡也是講到他的心 他的所謂是 即便是這樣的 他還是他的 這個心 有忘心 有忘 因為他的心有所 你是不正嘛 不正的開始 當然有不同 有好的因結果 這裡面呢 我們講過 一面 一面天堂 一面地獄 有一個 白雲禪師 跟家軍的對話嗎 那這也是 我們的心念啊 我們祈祈我們的出發性 如果是善 如果是天堂 他就是天堂 是心 是國 及是國 這個家軍啊 他就去問白雲禪師啊 他說 禪師 請問你 天堂 跟地獄 有什麼不一樣啊 他就想要了解一下 白雲禪師呢 你有正義回答他的話 他說 請問你的職業是什麼 他說 將軍 嗯 意氣你 他的說法 白雲禪師說 我看你喔 好像不是將軍的樣子啊 我看你 倒上是個屠夫喔 這個將軍 這句話 一氣之下 整個面紅 是打起了劍 就想要 化上去白雲禪師的脖子上 這時候才是告訴他 這就是利率之門 打開了 這時候呢 很有悟性的 才師 將軍他也說 他知道自己錯了 馬上呢 把劍收回 然後非常的有禮貌的跟才師 頂禮說 是他的不是 這時候才師就告訴他 現在 天堂之難為你而開了 其實人喔 人的心啊 人的起心動力 是非常的需要 需要我們好好的去修持他 第三個是聖偉首次 聖偉首次講到有一個 白雲禪的檢討師喔 那白雲呢 他 在三公的時候 他自己認為他從來沒有像明天啊 說出了很名貴的物品 他自己覺得無愧於心喔 在這種小季節上 他沒有 對不起自己 所謂的聖偉 就是呢要加強政治性的修養 中庸剛剛後學也提到 聖心五於飲為 二一二零動機 那麼白雲他呢 辭官的 他退 他退隱的時候 他要回鄉的時候呢 他解釋自己 哇 做了一件錯事 於是呢 他就寫了這首檢討詩 他說 三年為赤史 銀水復始業 為向天主山 取得兩片石 池底有千金 無乃桑至青 他只不過在天主山 拿了兩片石頭 他呢 就寫了這個檢討詩來檢討自己的德性 這樣小小的細節 聖人君子們 聖人君子們 之所謂成聖成血 然後成成佛 就是在這個小細節上 他認為 現在是兩片石 說不定呢 一日易潛 天日天潛 哪一天呢 不是兩片石 搞不好是兩塊黃金啊 所以呢 這樣的兩片石 他也自我做的檢討 那麼 世風日下 我們現在的人 是不是能夠謹小 是不是能夠盛微 所謂的破補藏機於忽偉 很多時候 我們呢 所謂的 莫因善小的忽偉 莫偉 莫因恶小的偉之 就是這樣 我們再講到 聖人先 延迴延聖人 你看 他有一個不惡過的心 這也是在小處上去修自己的心心 我們經常會很容易原諒我們自己 下一次只會了 每一次都在下一次 那麼我們的心情如何能夠調整過來呢 有一句話說 後期有分享一個 拿破的我們的小故事 那也是在小處上左右 我們來看一下 拿破的呢 他是法國總統 他有一個 他在40歲的時候 已經是 已經是非常的有成 已經非常的勻氣風發 有一天呢 他帶著他的同屋 雪尖將軍 再回 因為他的身體上 將軍建議他要早上去運動 所以他早上才去做運動 有一天呢 他就跟著他的 將軍兩個去運動完以後 就可以回過頭來 就在路面上吃個早餐 那麼 因為知道 風平的餐點跟外面是不一樣 所以 如果在用餐的同時 他覺得 這樣的餐點 十分可口 所以呢 這樣子絕口 那在吃的當中呢 他突然想到 他8點鐘 還有一個會議要開 於是他就命義他的 將軍說 你先回去準備 我覺得 我呢還要再品嘗一份 20分鐘後 我再回去 那20分鐘後呢 他用完第二次餐的時候 他起來發現 拍拍室上 運動部裡面 沒有口袋 根本沒有帶蛋包錢 於是呢 他只好厚著臉皮 他就跟那個店主人說 店主人呀 你抱歉 我今天忘記帶錢來的 是不是可以禁到我呢 話還沒說完了 這個店主人說 少來了 誰不知道你有沒有準備來這裡 白吃白喝啊 這時候呢 隔壁的一個 鄰座的一個客人 他就起來了 說 出門在外都有多方便的時候 於是呢 他就說 今天啊 這個 這位先生的帳 就我幫他付好了 於是他就幫他付掉了 這筆錢 二十 二十分鐘之後 大批的軍隊 包圍了這家店 裡面帶頭的將軍進來 說了什麼話 他說 好大的感覺 剛剛走走走 立立你的臉 你不僅沒有照在他 你居然還會聽到說 他是要來白吃白呢 看待呢 他是 這個 這個家英就說 看待總統現在是要來尋找 剛剛幫付錢那個好心人的份上 現在風險不讓你急降 你趕快把那個人找出來 於是呢 七問八問問到最後 店主人的女兒想到了 那個是他們 某一個小學的小學主任 於是呢 二十分鐘後 立即小學又被包圍了 這時候的包圍 因為我們需要挑戰呢 他就把錢出來之後 他就把錢給他 叫做部長 其實這是一個很小的事情 其實我們舉手之後 很多時候細微當中 莫因善想而不為 其實有時候我們常常都是說 能莫的第三者 覺得我們慢慢要敞開了行修 把我們的愛好散發出去 那這裡 聖位長在這裡 聖位長在這裡 要說 一個洞進 一個風吹草動 都必須要起來炎正 但 新興嘗試過橋時 我們在走路過橋的時候 當然現在非常的發達 很多橋做得非常的堅固 不過呢 在過橋的時候 我們也很謹慎 胖掉下去 以前走入木舟的時候 聖人之所以是為聖 因為聖人敬小聖位 所以動不實實 君子呢 盡情勝利 因此呢 喜不招就 中央就 這個朋友你剛才講過了 所以 有了這個 這個風吹之後 風吹 這裡也講 不以善小而不為 不以二小而為之 當你心中 只有自己的人的時候 你就把麻煩丟給為自己 當你心中想著他人的時候 其實他人在你不知不覺中 也方便了你 這裡呢 有一個小唱曲 就是講到 坐裡面的位置 向各位來 聖堂坐的時候 我們都有掛到肉排 周圍 那這個小唱曲是在 一個大學裡面發生的事情 有一個講座 他們呢 這個講師是一個 非常有名的教授 大家呢 風勇而來的人潮非常的多 那麼這個人呢 他已經進來就看到 教授已經提早來到了 他坐在講座 坐在前面休息的時候 眼睛不時的看著 後面的一些觀哨場 民眾 等到呢 陸陸續續有人都來做定位了 這時候呢 演講開始了 只見到這個講師 他沒有開始講課 他就走走走 走到最裡面 在講座裡面 最裡面的最 最後面最中心的一個位置 他就跟那個 大學生 行人 跟大眾說 在開場時間 我要跟這個同學 舉動 代曰 幫工人 跟他質疑 我非常的佩服他 群眾 一片 亞人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後來 教授回到了 他的周圍來之後 開始講 他說 他們今天演講來的時候 他一來他就找到了 看到 陸陸續續來的人 他們呢 第一個 因為是熱門講座 都是找自己最喜歡的座位 有的呢 想要進出方便 就是坐到最旁邊 有的呢 想要聽得 老師講得很清楚 坐在最前面 那只有看到那個同學 他一來的時候 位子其實還是非常的多 但是呢 他選擇坐在 最後面 最中間的位置 那個也是最沒有人要坐的位置 結果呢 只見他呢 就在那邊看書 那這樣有什麼意義呢 這個教授又說到 他會給他看喔 其實呢 一開始坐到最旁邊的那個位置 覺得很方便 基礎的同學 他蒙受了什麼樣的事情 因為 為了女人一直來嗎 他為了要讓人家過去 他必須起立 又讓人家過 過了也要坐下 下一個來了 他又要起來 又讓人家過 這樣的十幾分鐘的等待當中 起立 坐下 起立 坐下 是幾次 所以呢 他說 當你心中 只有自己的時候 把他擺放給的女人 也是你自己 反觀那個坐在最後面的角落呢 沒有人會去跟他擠 所以呢 他就很安然的坐在那邊 看著自己的書 不受干擾 所以呢 當你心中 想著他人的時候 他人呢 不知不覺中 也方便了自己 方便了我們 好 回到我們 重新再出發 這裡有講到三種字型的功夫 所謂的反省我們都知道 不愧於天地 不屈於人我 一起內心成就 這是反省 你知道嗎 曾治理的說嗎 他說 無日三省無深 現在人太忙碌了嗎 我們如果沒有辦法 一日三省 至少能做到三日一省 反省自己 好 反省自己 那這裡的反省講到第一個是 打開清明的心眼 回到遠點 不向外攀躍 收心穩住六根 沉心一手全靈灌 清尿病 才會有真正的清明的心眼 我們在 求辦 在辦公室的禮節當中 點到池裡 請